我现在坐景区的公交车来到了康拉斯湖 现在要沿着木杖道一直往下走 现在天空有点波开的一路 出现了一小片的蓝天 可惜现在是逆光 所以相机里面没有太多的颜色 刚才在区里面有一个小姐姐跟我说 就是这边有一条徒步的线路 这个湖水是绿色的 我从来都不认识你 就像我从来都不认识我自己 所以我不停地走 所以我不停地找啊 太阳升起来又落下去 爱人来了她又走了 所以我不停地走啊 你看这边的水非常的清澈 所以我不停地找啊 下了小石头我可以感觉到 太阳升起来又落下去 爱人来了她又走了 我还在不停地走啊 我感觉康拉斯真的很适合来这边多住几天 这个是倒掉的树 我觉得好美哦 这个树倒在水里还挺美的 非常结实 我踩上去会不会断呢 碰到水了 刚才在湖边走的时候认识了一个人 然后他们是他们是当地人四个人一起过来玩的 我跟她说我明天早上要去看乘务 早上六点的话我要土屋走到那个神仙湾 那个距离好远 他们有车明天会带我去神仙湾 哎呀 这小运气 这前面就是康塔斯湖坐船的地方 然后如果要坐船的话 就从这边码头 然后游船 不过我在晚上看的攻略是 其实游船就一半半了 所以没有坐过船 我觉得如果不上关羽台的话 来这边湖边溜达一下 也是非常不错的 好了今天看塔斯湖的视频就分享到这 我要回去了 因为八点公交车就停了 那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